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燕饰演的陈淑婷就像沙漠里的一片绿叶 出场就惊艳了无数人 她的人设普通又不普通 结婚前她经营着几个沙场 在那的男人都要胆战心惊 才能转弯的黑赤黑的盘上叱咤风云 嫁给白江波后 她生娃带娃 退居二线 首次登场是警察调查她的丈夫白江波失踪案 她出场时导演给她来了一个仰拍 从楼梯走下来的她一头奇儿小卷发 烈焰红唇 双手还胸 一副漫步惊心的样子 透着不可逼式的压迫感 张义和李健饰演的两个警察站在她面前 说话的语气都不自觉地压低了三分 问话过程中 她极度不配合 两名警察信信而归 后来她信了张义饰演的安心 可是安心遇袭 她遇到了一系列波折 在被高家兄弟出卖之后 她带着一帮兄弟围堵了他们 手下打得差不多之后她亲自上阵 抽出风衣上的腰带死死地勒住高起墙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很自然地把腰带往手上打了个解 后槽牙一咬就开始下死手了 高跟鞋 长裙 红唇 灰暗的灯光下美人笑中透的阴狠 这一刻 女大佬的味道瞬间就有了 而在外飙悍如她 也不是一个没有软肋的人 在她眼里儿子始终是第一位 儿子走丢 被绑架 她心急如焚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一如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母亲 在这部群戏中 陈淑星的戏份并不多 前17集出场不过几十分钟 但惊鸿一线让人过目以望 甚至比李亦同饰演的女主角更吸引人 但演者高业也顺势出圈 康华 星姐 作为TVB的反派专业户 康华在荧幕上塑造了诸多经典的坏女人形象 或是风景万众的大老情人 或是心机深沉的丽茶 总之是各种蛇蝎美人 虽然大多数时候都是戏份不多的配角 但她惊鸿一线存在感极高 比如《驼枪师姐》里的星姐 《驼枪师姐》是90年代末 20世纪初TVB制作的一个 以女警为视角的系列警匪片 星姐就是女警们通过一个做皮肉生意的窝点 而导出了一个女反派 刚出场时 星姐一头短发 戴着黑色的墨镜 导演从小开始给课写 然后再录正脸 康华没有刻意的凹造型 但氛围感十足 星姐之所以在鱼龙混杂的黑道上 占领了一席之地 在于她虽是女人 却有不输男人的执行力和魄力 她做事雷厉风行 手段毒辣 手下不懂是直接一个眼神 就是一顿毒达 小弟们见到她就瑟瑟发抖 同时 她有很强的心理素质 几次与女警打照面时 她微笑回应 丝毫没有露见 另外 她也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 警察每次与她交锋都破个空 一点便宜都没有占到 当然 这么狠的女人也不是无敌的 正所谓英雄难过美人观 美人也总会折在爱情之上 当她的男人炮哥 在被警察追捕的过程中 突发心脏病离了盒饭之后 她失魂落魄 大女人的萨爽风姿 瞬间荡然无存 她痛哭了一把后 擦干眼泪就要给炮哥报仇 最后因计划失败 被警察团团包围 而她抱着炮哥的骨灰点火自焚 就此这个人狠鹿子野的女人下线 心解坏是真的坏 对炮哥的爱也是真爱 而康华章池有度的演技 赋予了这个角色灵魂 又邪又撒 又美又爱 成了剧中的一大亮点 秦海璐 安宁 小美人 秦海璐是一个年纪越大 越有味道的女人 步入中年以后 她身上的风情就出来了 演大姐大特别带感 比如南方有桥木里的安宁 安宁是一个具备命运感的女人 她在福利院长大 后来成了大哥一个人的安宁 大哥生意出现状况 准备把她推出去顶包 好在是越把她 从装有炸弹的车上救了下来 后来大哥进去了 她在大哥的亲信的帮助下 接手大哥的生意 在黑白两道游走 成了道上的人 文其名就害怕的一个女人 与陈伟霆饰演的男主 十月相识相知后 两人开启了一段 互相救赎的爱情 但男主走得是正道 安宁却走上了大哥的老路 两人逐渐就走到了分叉口 甚至站到了对立面 虽然他俩不是官配 可年上玉姐 与年下小奶狗的CP太好科 以至于连白百合 这种演气派饰演的女主角 都没了存在感 秦海露的大姐气场 并不是用装造来树立的 她出场时指使 司机撞到了十月 在这女主的车 十月怒不可遏的下车 准备找她理论 车窗摇下 只见安宁一身 普通职业女性的打扮 气定神贤的把套 微微靠在汽车的一靠上 周身却有一种 强大的气场在环绕 故事是回忆与现状 穿插着播放的 回忆里 她选十月坐她的司机前 坐在后座上 用笔捅了十月的肩膀 顿时心血直冒 十月堂的表情扭曲 却一言不发 她的试探目的达到 悠悠地宣告主权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人 大嫂狠狠 也护独自 十月被人击负了 她为了护十月 在男人堆里霸气侧漏 依酒瓶子就给人开了瓢 随后她当着全场 盯着她看的男人 说了一句 谁对十月一分不敬 我安宁时被奉还 她陷入爱情时 也有小女人的一面 十月说 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君子 我们多配啊 安宁笑夜如花 像个十八岁情斗初开的少女 秦海露的表演 全程张弛有度 没有故意耍狠 也没有全靠妆容 浮化来撑场子 娴熟的演技让她将一个对陌生人冷漠又疏离 对十月霸道 宠溺 占有欲和控制欲极强的大嫂演艺的鲜活立体 贵伦美 刘立方 在电影《趣额来电》里 贵伦美饰演的刘立方也是一个女大佬 她的男友林亚海是一个电诈集团的老大 作为老大的女友 她自然也尽诛者斥 从事了同样的违法活动 在公司以正规招聘的名义骗来了一些新人的时候 她便会教他们怎么从事业务 阿方留着一头干练的短发 行事作风也非常果决 在一群傻也不懂的面前卖弄着她的专业 有种一切尽在我的掌控之中的自信与傲然 她甚至在不配合她骗术的客人面前流露出了几分不耐烦 但被骗的人心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小九九 过于专业的阿方很会打心理战 几乎没有事过手 贵伦美表演的时候在一些细节上抓得很好 比如她初见蒋梦杰饰演的徐小兔时 挑起她那一身叮叮咚咚的假货 眼里充满了不屑 也有猜中徐小兔都理不到一千块的笃定 比如她的手下不按她设计的套来时是骗术 私自改动脚本 她当场暴怒 哪怕是软绵绵的弯弯枪 也有压不住的怒气 配上能刮人肉的眼神 让人不寒而栗 阿方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模式 如果是用在正道上 可能也会是一个能有一番作用的女强人 可惜她被眼前的巨大利益 以及男友化给她的大饼锁迷惑而失去了自我 可笑的是 到头来这个骗了无数的女人发现自己被男友骗了 从江湖大姐到被沦为对下球 落差已经够大了 而这些打击都不如男友给她化的轩尼士道梦想破灭 更具毁灭性 开头是雄姿萨萨 杀伐决断的郁姐 最后失魂落魄的小女人 前后巨大的反差证明了贵伦美的演技 不难发现 这几位演大嫂的女演员都是实力派 不用搅柔造作就营造出了一种拽捷的霸道气场 你们最喜欢谁演的黑大嫂 欢迎评论留言讨论 最后失望的转唱 closer